我这穴子里边都是水 应该是漏洞了 套着水料袋 然后呢我朋友啊 送给我一些辣椒苗 这季节也不对啊 也还没到时候呢 对我真的是太大的考验了 咱们先给它种上吧 地里都积好多水啊 可是水因为这几天一直在下雨 现在每天都下雨 到处积都是水 要给它挖沟给它放出去 要不然到时候菜都给泡浪根了 把上面炒又给它铲掉 其实这个天气啊 这个季节真的不太适合种 但是没办法朋友拿过来了 我觉得我可以把它种活的 因为现在每天早上起床还挺冷的 因为会打霜 会打死的这种辣椒 所以说咱们种完之后呢 我这想 做完之后上面盖成水档膜 我估计问题就不大了 这草长得太旺盛了 把这些在草的土都丢在里边 底下有点滴 所以会挖水 因为我上面那些土啊 我防着上面那些土都是黄土 我经常从这下面往上拿 拿黑土 最后把这都搞得有点蛙了 黄土种东西长得不好 甚至有一些东西都长不糊 这个锹不好用 还是用猪头 看一下我里边下有多少炒木柜 这一番到处都是 发现一个宝贝 我骑得怪了 我在这里怎么会挖出一条红萝卜 这里我没有种红萝卜 这大冬天的干活衣服穿的太多了 施展不开 太厚重了 其实这个天气种辣椒苗 只要保护恰当 应该问题不大 把膜给它盖好了 你别看这辣椒苗长得不大 这个杆很粗的很壮实的 这种苗应该也不错的 下雨的时候又快点干了 这个时候的雨特别凉 下雨下大了快一点了 下雨下大了快一点了 这个中间得顶起来 要不然就下雨 水都压下去 下雨上去了 下雨后六分身 下雨下大了快点 下雨下大了快点 下雨下大了 这样给它保护起来,早上打霜都没关系 我朋友送我这个辣椒,他说有好几个品种 咱们拾目以待吧 辣椒这个食材呢,是必不可少的,经常用的 我的脚长得好小一个,算久得起 我做了好多粽子,咱们没时间吃饭的时候吃点粽子 太香了,我这个粽子放了很多料 要这么多料 这些东西吃什么 你是不是他的东西 他做了吗 你要如果有点麻烦 噢